白血病能活多久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王晓宁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血液科副主任医师 我们白血病分急性和慢性的 对于急性白血病而言 如果你不治疗 那它自然的病程其实就是三到六个月 时间特别短 慢性的如果不治疗 相对的时间能比急性的长一些 所以你要提白血病能活多久 取决于你原发病的类型 你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以及你的伴随的一些并发症 如果是通过我们目前一些比较新的技术 一些造血管细胞移植 或者是生物免疫治疗等等 是完全可以治愈一部分白血病的 但是如果你属于那种高危的 并发症又特别多 治疗又不及时的 那么你存活的时间会受到影响 白血病的治疗目前临床上 主要用的方法我们现在包括的 化疗造血干细胞移植 生物免疫治疗和对症支持治疗 因为白血病分的类型太多了 我们急性的一般来说 会通过化疗和造血干细胞移植去治疗 那么对于慢性的 随着现在靶向药物的发展 其实慢性白血病目前已经趋于 门诊化治疗 病人通过口服靶相药物和一些生物免疫药物 甚至都可以不需要到医院来住院 只用在门诊定期随访就可以 更好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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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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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映了